各位VOGUE的朋友大家好 我是艾瑞晨子璇 我最近出了一本新書 想跟大家分享說 如何簡單的用一個鍋子 也能夠在家裡做出 去外面檢查店吃飯的豐盛的感覺 現在我要跟大家介紹的是 蒜香檸檬雞腿排 所需要的材料有 去骨雞腿排 豌豆 蒜片 奶油 乾辣椒末 九層塔末 白酒 檸檬 跟少許鹽 首先 在你的鑄鐵鍋或底鍋熱的時候 我們將雞腿排 帶皮的那一面向下 先開始煎 煎到這個雞皮煎 成金黃色的時候 我們再將雞腿排翻面 這個時候我們就將 準備好的豌豆下鍋 煮熟的時候可以先拿起來 那持續的觀察這個雞腿排 當這個雞腿排翻面之後 表面大致熟了 而且成金黃色的時候呢 我們就將蒜片 一匙奶油 乾辣椒末 九層塔末 30ml的白酒 跟少許鹽 加到鍋子裡面 那這時候我們的鍋子裡面 就有一些醬汁喔 用這個鐵湯匙 舀一些醬汁淋在我們的雞腿上 雞腿煮熟之後呢 我們將豌豆放回鍋子裡面 加上二分之一檸檬 讓食用的人可以自己 在上桌之後擠檸檬汁 就可以了 那我們這道蒜香檸檬雞腿排 已經完成囉 這道菜呢 我就有一個地方要提醒大家 因為我們的雞腿排比較厚 那對於料理新手來說 你比較難去掌握雞腿排熟度 事先我們先將雞腿肉的部分 像影片當中一樣用廚房剪刀剪刀剪一下 那最後呢 起鍋前你要確認 雞腿肉熟度的時候呢 一樣用廚房剪刀剪一下 只要熟了就可以上桌了 那希望你喜歡今天這道 簡單又豐盛的實實料理